作曲 李宗盛 文件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一生长修 八方平 是 月月 流恨 望烈江山 风之龙 历史书轮 一剑若天网 拍一张声 笑傲成臣 装之男儿 心胸气 赤茶轻困 大长风 千香百许 大长风 千条重振 千金一诺 家库情深 万不穿起 封碑长春 封碑长春 大长风 千香百许 大长风 千条重振 千金一语诺 家库情深 万不穿起 封碑长春 封碑长春 土耳宗 韭菜族已 我是来跟祖爷商量点事情 你说 你说 下一个目标是凤凰城 我想这次去凤凰城 我们可以不用安营扎带了 什么 不用扎营 不用扎营 我们住哪儿啊 我们就住在城里面 住城里 你没搞错吧 我们不跟敌人打仗 敌人就把我们接进去 款待我们 祖爷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仗还是要打的 我觉得现在唐军 士气高涨 我们可以一鼓作气 马不停蹄 夺取凤凰城 到城里面去休息 一鼓作气 你是说一鼓作气 你有信心 我有信心 你有信心 我就有信心了嘛 不过呢 皇上为我大军 我不能为了一时之气 而有丝毫的差错呀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万精兵 你打头阵 我随后就到 你觉得怎么样 是 总爷 我想问问总爷 我还得立多少个宫 皇上才能免我的罪呀 这个 大概还有五个吧 五个 快了 多谢总爷 明天一早 在下就领兵 先出征了 好好好 那你回去好好休息 我等你的好消息 是 好好好 真要他领这个宫 那你去领啊 即使他领了这个宫 还不是记在你头上啊 况且这个宫不是那么好领的 凤凰城是渤海边是一个最难攻的城 只要他拿不下 我就拿他试问 大哥 我们现在火头军可是有名气的火头军了 大哥带起了我们这支原本被人看不起的火头军 我们就应该努力才对啊 是啊 既然大家都努力 想干出点名堂 我们必须 有自己的一种精神 对 大哥 我们火头军还有自己的精神 你这是开玩笑的吗 我可不是开玩笑 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精神 比如说 不怕吃苦啊 不怕牺牲啊 所以我们的军队 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精神 大哥 我知道了 我们的军队啊 是冲在最前的军队 照你这么说 我们火头军 放手就不行了 就是 好了 我跟你们说啊 我们火头军啊 出身比较低位 所以比别人更能吃苦 比别人更坚强 更有韧力 我想今后 我们要取得更大的成就的话 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 成为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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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 你们去打仗也不带着我 这次去打凤凰城 我一定要跟着去 好啊 你们每回打胜仗 看着你们一个个的立功 我在营里面都快憋死了 周青 你不当旗派官了 我早就不想当了 要不是大哥 让我在那边继续打探 我早就过来了 那你就待着吧 反正火头军没有你 一样打胜仗 这回有了你 或许还说不准了 行了行了行了 少说两句 前进 走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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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总兵大人收容 末将一定追随左右 大家同属异朝 理当如此 你派人安顿好他们 是 你叫什么名字啊 总兵大人 小人叫登峰 好 起来吧 谢总兵大人 我来问你 你是否知道有个叫薛李的人 火头军薛李 都知道他些什么 此人真是个神人 不要在我面前夸张 要如实说来 总兵大人 你有所不知 我真不是夸张 他在狮子口 一箭射中戴力棚 几条独角兽 杀彭铁虎 彭铁龙 彭铁豹三兄弟 真是三箭定了天山哪 这都不是浪得虚名的 他真有那么厉害 总兵大人 看来这个薛李 非同一般哪 这个薛李 是大人 都用了 是我们试的 根治 第 明天 突然不是 就是 幸好 在这里 这边 我们可以 吃 这个薛李 就是 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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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看 感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